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12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一个记者会上提出了放开存款利率限制的具体时间表 存款利率最后要放开 这个应该也是利率市场化中实际上就是最后一步 因为咱们其他的很多利率都已经放开了 存款利率放开肯定是在计划之中 我个人认为是很可能在最近一两年就能够实现 中国去年夏天放松了对借贷利率的控制 让银行决定贷款利率 中国逐步放松利率是中共18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更为广泛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在经济体制上的第一个重大的突破 就是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美国最为知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拉迪认为 存款利率市场化是让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化的重要一步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迹象 因为在过去几年中国出台了很多支持存款利率自由化的文件 但这是中国高级官员首次给出具体的时间表 这位一直呼吁中国政府实施利率自由化的经济学家认为 存款利率自由化是中国经济改革日程上最重要的改革之一 他表示虽然这项改革会影响到银行以及从银行借贷的企业或是行业 但是普通储户会从中得益 中国官员也表示 他们希望存款利率的自由化 会把钱放到普通储户的口袋里 使银行更加谨慎地评估风险 并让那些很难从大银行里得到贷款的私营企业获得贷款 当然存款利率自由化并不是没有风险 它会促使银行相互竞争储户 推高他们的成本并做出高风险的贷款 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就曾因为放松有关利率的限制 而出现处贷危机 这场危机导致1600多家银行关闭和1600亿美元的损失 不过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拉迪 并不担心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中国 首先他们不会在一夜之间完全将存款利率自由化 你不可能早上醒来发现对存款利率施加的所有限制都消失了 我预计他们会像以往一样制定一些基准利率 然后逐步放宽 拉迪认为周小川的声明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向中国的银行发出信息 即拧有两年的时间来做准备 VA卫视利亚 华盛顿报道